可能你現在聽的是神芒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看看訂閱狀況 魔眼編輯部靜向部沙冷氣和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也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把直播節目和節錄分享出去 很多謝大家的支持 另外一件事是說特斯拉被人告 不是特斯拉的問題 不是特斯拉的問題,現在我也沒有顧他了 有些東西已經吃了糊了 所以可以說,沒有地益衝突 特斯拉那裡,他們就... 這是一個路透社的消息 他們昨天的消息 有三個知情人士說給路透社 就說,這個特斯拉通過誤導消費者和投資者 了解他的電動汽車的自動駕駛功能 這間公司實施了證券或者電煤欺詐 這件事厲害 其實特斯拉的自動駕駛系統和自動駕駛系統 警告了那些司機 就是要有準備 自己要駕駛一部車 但是現在美國司法部 正在審查特斯拉和他的CEO Elon Musk 這個電動車救世主 就是暗示他們生產的汽車 可以全自動駕駛的其他聲明 美國監管機構之前 調查了幾百宗 這個我有說過 有關特斯拉在用了自動駕駛 即是自動駕駛的情況下 發生的事故 當中有很多是致命事故 令到這些特斯拉汽車 就要做一個軟件的升級 其實就叫Recall 路透社在2022年10月的時候 獨家報導了 美國對特斯拉的刑事調查 這是真的 這些證明了 就是聯邦檢察官在審查 他們的具體刑事責任 現在路透社就變成爐邊社 消息人士就說 不好意思我忍不住笑 因為他實在太離譜了 調查人員正在調查 特斯拉有沒有透過誤導消費者 了解他的駕駛輔助系統 犯下電訊欺騙行為 當中涉及 州際電訊中的欺騙行為 有兩個消息人士也說 他們正在調查 特斯拉有沒有透過欺騙投資者 進行證券詐騙 你去到這些位置 特斯拉就不能辜得了 我告訴你 因為這宗資料出了之後 其實大家還是要小心一點 因為馬斯克也會吹些東西 他不怕死的 別人查他 他不要緊 查我就是查我 查你三芒果 還可以拖官司 從他的角度來說 這個電動車救世主 他一定會吹些東西出來的 我看過我留意了很多次 研究了這個混蛋很多次 他肯定會吹些東西出來 特斯拉的股價又會帶上去 所以 不要在這些新聞出了之後 猜測他 是很容易死的 因為那是壞了 這個電訊詐騙其實是很嚴重的 可以罰很多錢 而且要坐牢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即SEC 他也在調查特斯拉 向投資者提供有關 駕駛輔助系統的陳述 但是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沒有發表評論 他們可以說是拒絕發表評論 特斯拉也沒有留言 留言 其實 上年10月 特斯拉已經有份文件披露了 司法部要求特斯拉 提供有關自動車 和全自動車輛的資訊 美國司法部也是不出聲的 拒絕評論 但是 調查不是他有不當行為的證據 但是可能會令到有刑事指控 民事制裁 有可能 也有可能 什麼行動都不會採取 消息人士怎麼說呢? 警察官還沒有決定怎麼做 因為他現在正在篩選 特斯拉為了回應新聞 即是傳票提供了大量文件 特斯拉拿了很多資料 當然這些是一大堆文件 很多都沒有關係的 文件都照樣對白過去 因為他們做生意的 很簡單 你們要文件 政府部門 我就拿一大堆文件 幾十箱幾百箱 都送到你那裡 送到你那裡 你要什麼我給你看 但是很多都是不拿關係的 這些文件 這些查案的人有些經驗 那究竟 現在是不是真的說特斯拉有非法的問題 那就沒有 暫時還沒有問題 暫時還沒有真的說他有問題 但是其實 你想一下就知道 這個電動車夠小了 十幾年都是不斷 趨自己特斯拉駕駛輔助技術的實力 有些朋友買了特斯拉的汽車 都不會買這個功能 基本上 這個功能 沒有用的 就是對 我的朋友說 這個功能沒有用的 但是有些人是很相信的 信他這些 autopilot 功能的人 他就是Elon Musk 的信徒 基本上就是 那 特斯拉去展示他的技術的影片 都有在他的網站那裡 他有說什麼 他說 要司機坐在司機位 其實就是法律問題而已 不用做什麼的 車子自己開自己的 有一個特斯拉工程師 在2002年 在一宗涉及 autopilot 致命事故的訴訟裏面 作公 他有說 其中一個發布 在2016年10月的影片 就是展示這個技術的潛力 但是當時沒有準確描述的功能 但是馬斯克 仍然在社交媒體發布了這段視頻 寫說 特斯拉自動駕駛 是豁湖 完全沒有人類干預 穿過城市街道到高速公路街道 然後就去找停車位 那 2016年 在記者的電話會 馬斯克就說 autopilot 可能比 人駕駛更加好 這樣說 在2022年10月一次電話會議 他就說到 全自動駕駛的升級 那麼 他當時就在會議上說 可以令到 有FSD 特斯拉汽車的車主 不用駕駛一個軚盤 就可以上班 去朋友家裡 以及去雜貨店 其實特斯拉的 銷量和利潤是不斷下滑的 因為看穿他的東西 你說了十年 自動駕駛 其實也做不到 哈哈 那麼 特斯拉做了什麼呢 馬斯克就不斷吹自動駕駛技術 最後特斯拉就是要裁員來控制成本 其實 以及 之前就擱置了25,000元車型的計劃 他現在又說會做 其實25,000元的電動車車型 可不可以推動到銷售 這樣說 如果是 我的看法 不是吹捧中國大陸品牌 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是比亞迪推出 或者是上汽推出 25,000元的車型 我的看法就是 這些就會帶動到 整體電動車的銷售量 特斯拉做了出來就不會 因為 他做了出來 實際我認為他就算做出來 也賺不到錢 如果他真的賣了25,000元 又有吸引力的話 我認為他是一元也賺不到的 我認為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他們特斯拉有一件事 很弱的 他們不斷吹說會整合 整套的產業鏈 如果你看看比亞迪 他是整套的垂直整合 但是特斯拉其實不是 特斯拉不斷吹說 他就說我要挖鋰礦 要有鋰子出來 這些全部都是 我認為 都是實施 這個 成券詐騙要用的東西 尤其是他們說 我要在 我們廠旁邊挖鋰子出來提煉 然後自己用鋰子來做點詞 我其實一早都說 我不相信他說這些 特斯拉的律師怎麼回應呢 他說 未實現長期理想的目標 都不是詐騙來的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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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是理想來的 這個是長期的目標 不是詐騙來的 現在 正在審查 特斯拉自動駕駛汽車索賠的 案件的檢察官 謹慎行事 謹慎行事 為什麼呢 就是 因為有法律障礙 要證明 特斯拉的主張 是超過了合法推銷 去到非法傷害消費者或者投資者 是重大和故意虛假陳述那條界線 要過了那條界線才行 美國法院之前是裁定過的 有些產品聲明誇大或者企業樂觀的話 其實就不是欺詐的 就是2008年的時候 聯邦上訴法院裁定 只是憑一家公司的樂觀聲明 就不能夠證明那家公司的高層 故意誤導投資者 這個哥倫比亞法學院的教授 前聯邦檢察官 Daniel Richmond 他就說 這個司法部的官員可能會 看一下特斯拉內部的通訊 看一下 這個馬斯克 以及其他人 知不知道自己在做虛假陳述 看看有沒有證據在做這件事情 那麼Richmond 他說這個很有挑戰性 但是 你過度去摧捧 這個自動駕駛系統 涉及的安全風險 其實這是有危險性的 那麼現在 檢察官法院和陪審團 對這些陳述 是有嚴肅的態度去處理的 特斯拉有關自動駕駛 以及FSD的說法 也引起了調查 以及訴訟的問題 這件事 其實 我的看法就是 特斯拉未必會出事 他未必會出事 因為 這幾個月 其實也有 法院 和安全監管機構出來說 Auto Pilot和FSD 他就向客戶灌輸了錯誤的安全感 就很擔憂 因為4月的時候 在華盛頓州 以涉嫌車輛殺人罪 就拘捕了一個男人 因為他駕駛的特斯拉 在開Auto Pilot的情況之下 就撞死了一個 電單車司機 那位駕駛特斯拉的司機 就在那裡玩手機 那時候 現在是 很大的問題 這件事 為什麼會說是很大的問題呢? 其實 你想一下就知道了 有些事情 細心思考一下就知道 因為在這個 因為 這個特斯拉 她說了給別人聽 她的車是可以自動動的 自動駕駛的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實際上是不是沒有問題 其實大家都知道 她不是 沒有問題的 因為她其實是要司機 有input的 其實就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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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 鳳凡 報泰國有 警察 就 綁架 中國旅客 但是 TPB又不報 等一下 或者 有些消息的時候 再說一下 繼續說回這個特斯拉 那個問題 因為這個特斯拉 那個問題 就是 美國 國家公路交通安全局 其實她有調查 這個已經說過了 就是 她在12月做的 recall 即是她是軟件更新的 那兩百萬的車輛 是不是充分解決了 自動駕駛安全問題 但是 其實是不會充分解決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 有很多 舊特斯拉的車主 尤其是 這輛車已經是十年 所有 差不多十年了 不夠十年 她們中間的 液晶平台 是漏液的 其實 她們的問題 現在已經可以 告訴大家 是怎樣的 譬如 那個標板 是電子標板 這樣才算 它是有壽命的 但是 其實 電子標板 這件事 已經流行了十幾年 有些車 一定沒有問題 用了十幾年 都不會漏液 沒有這些 但是 特斯拉就很明顯 她們用的質量 用的物料 好像是有問題的 那 那 這件事 當然是很麻煩的 其實在 這個 馬州 馬斯特斯斯斯 她是 她那個地方的 民主黨參議員 Edward Markey 其實長期都批評 特斯拉她們的駕駛輔助系統 那麼 她在X那裡 就出了一個聲明 她就說 很高興看到 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和司法部 就對特斯拉 採取強硬的態度 去處理這些問題 其實很瘋癲 其實現在他們 就是令到消費者覺得 這輛車真的可以自己駕駛自己的 那 那 Will Ng 他就說 上個星期 我弟弟 這輛車開了FSD 他快線轉了對面線 慢線 有輛車 接下來他們趕走 差點 差點走 幸好差點 這些 真是麻煩 那 Happy Wonder 他說 雪梨很多層的大廈 拜下安裝 防火棉 以免電車燒毀大廈 因為電動車的電池 它 開了火之後 其實 你沒有那麼容易 能夠關掉它 現在有些人說 不是 你塗油 內燃機引擎都會開火 那些多層停車場 它有自動灑水系統 那些自動灑水系統 它沒有辦法夠關掉 汽油車的火 夠不關掉 但是它可以阻止到 那些火就蔓延 但是 電動車的電池開火 它會燒得很猛 你淋水下去 根本是救不了 你淋水下去 只會令它燒得更加厲害 就是現實 所以 現在的大廈 其實都 應對這個風險 因為沒有辦法 它一定要應對這個風險 是所有電動車的電池 都有可能 是會著火的 其實 它本身是有一定程度的危險性 其實 那 算了 DB3P121 就是特斯拉和買六合彩 要推銷差不多 它們是很有趣的 它們 因為吹捧了自己的 技術 它推到一個高點 但實際上是做不到的 它說到自己的技術 是完全沒有問題 是你們那些人屈她 那究竟是不是 那些人屈她 那 老實說 我不認為那些人是屈她 某程度上 我認為他們是該死的 就是我的看法 就是這個 那些人 信了特斯拉某程度上是該死的 雖然這樣說很黑心 但是 它沒有辦法 就是它信了一些不應該相信的東西 其實是 好了算了 說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 回來就說說其他的話題 休息一會兒 休息一會兒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